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业萧条 很多行业衰微 很多人面临失业 不少公司的生意都在惨淡经营 人人自危的时候 这几位嘉宾的生意又如何呢? 第一位的嘉宾是来自香港的吴玉生 认识他的时候 他的糖水店很出名 而且还会免费送给老人院的老人家 等他们吃了些糖水之后 可以甜在心头 那在疫症里面 他的生意又是怎样呢? 请听他的分享 大家好 我叫做阿新 我在香港肚身肚胀 自小的家境平均 很少的机会接触甜品 当我中学的时候 我接触到一口大菜糕 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很开心 原来吃甜品可以这么开心 我小时候已经有个理想 将来大个想开一间甜品屋 我记得我98年那时候 我就去了一间甜品店那里学诗 学了三年 学了三年诗之后 我就在这个01年 刚刚就是911的时候 我就开了一间彩虹甜品屋 那个位置在大埔中心 隔离论社还跟我说 这个位做什么都倒闭的 你行不行? 我就是凭着一份坚持 用心做好的甜品 去希望给一些街坊的认同 直到今时 彩虹甜品屋已经18年历史 SARS我们经历过 08年金融风暴我们都经历过 但是今次面对这个新冠状肺炎 这一次的影响 对于我们甜品屋非常之大影响 我们一月份的生意已经不见了七成 大家都记得一月份 这个病的名叫做武汉肺炎 当时武汉已经封城 大家都开始知道 这个病已经不说得少 香港人有SARS的经验 所以他们很快已经去有个预备 但是没有想过这个病是来得这么急 那时候见到很多人都不敢出街 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 和很多东西吃的 那时候的香港是怎么样呢? 晚上六点钟已经所有店铺都关闭了 晚上是没有人 我们怎么样经营下去呢? 在那时候我见到很多店铺已经 拉闸劫业 我很担心下一间是否到我自己呢? 我经历过SARS 亦都经历过金融风暴 今次真是不说得少 再是这样下去 真是不可以再走下去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租金是比较贵 而我家店铺在上水 上水的租金和旺角尖沙咀 差不多 当时我和太太 已经彷徨无助 今次真是要跪低 我们要放手 我们要和上帝去祈祷 求上帝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关口 求神给智慧 给信心我 面对这个难关 上帝就派了几位小天使 我有个好朋友 叫做阿Keef 是一间上市公司的CEO 又是一位弟兄 他和我分析了我的生意 整个环境 最后结果 他叫我好好休息 今次这个病毒 是改变了整个世界 又有一个朋友 在尖沙咀开火锅店 大家都记得 在香港 一月份 有一个家庭 他们就在那儿打火 跟着12个人确诊 辞职之后 我想没有什么人再敢去打火锅 我朋友 每一个月都自己拿钱出来 填补生意上的损失 甚至考虑将自己的一层楼按了去 套现一些钱出来 去顶住门生意 去到这个阶段 我知道已经水深火热 我们的智慧已经崩溃 整个人都崩溃 不懂怎样去处理 我们回到上帝 求问上帝 上帝 就将这个疫症 叫我平常心去面对 到二月 前景 离慢着一种恐慌 人心惶惶 再没有人敢出街 今次 我知道上帝的印证 叫我真的要放手 在那一刻 我就 将门生意 想顶让给 那些买家 顶让的代理 跟我说 他说 最近 很多生意都过去找他放顶 但是 就没有人接手 我知道这个消息 自己都知道 应该都很难顶得出去 当时苹果日报 跟我做了一个访问 那个访问 叫做 良心糖水店 都结业 在这个访问当中 我太太和我的大女 都有做访问 出镜 有一句说话 令我很感动 我的大女 吴欣欣 她跟记者说 她说等我大过 我会继续开回彩虹甜品屋 承接爸爸的生意 这一幕 令到我好感动 我知道大家都不想去 结业 但是去到 这个这样的时刻 如果我不作出这个 决定 可能将 我们之前 存下来的钱 都一一 都可能都虚了 所以 神真是让我放手 将我18年的基业 我都真是放开 始终 环境不像预期 顶着生意的 agent跟我说 没有啊 阿新 真是没有人问 如果真是 没有人顶 我还要还原 一间 铺给业主 大约的费用 要港元十几万 正当 苹果日报 在2月10日 当天 刊登了 我这个 片段出去 其实这一日 就是我结业的日子 其实 我自己应该都很不开心 但是 很感恩的事就出现了 当天竟然 大业主打电话来 跟我说 你家店不需要还原 我现在 顶你家店 在那一刻里面 我印证到 神的大能 神 祂真是会 给一个最好的安排我 再一次 再一次 去感谢神 再这一个决定 幸好决定得早 如果 到现在 现在6月 这一个这么漫长的时间 我想 在亏损的过程里面 真是不得切上 可能连自己的积蓄 都没有了 上帝跟我说了一番说话 在诗篇 127篇 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 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 就枉然影醒 去到这一刻 我和太太 Ivy 大家都 醒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所做的事 完全 是很渺小 神 祂要做的事 祂一定 将祂的恩典 封封封封封封的伺给我 我们跟着 想回上帝 对我们 其实 透过这么多年 神真的给了很多恩典我们 上帝已经伺了 四个小朋友给我 上帝很清晰地告诉我 唐水泡 暂时结业 现在 要好好 要好好培育 四个小朋友 健康地成长 教他们做一个 豁达 愿意分享 将来带过 做一个分享 上帝爱的青年人 我知道做生意 可以用一两年时间 再可以做回 但是 小朋友的教育 没了 就没得回头 所以 我很清晰知道 每一件事 神有祂的魅意在当中 所以 作为四个小朋友的爸爸 面对 困难 我怎么去面对呢 在这个 新冠状肺炎影响下 对我都很大的反思 很大的反思 十八年的事业 都要放手 因为最难的情况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现在回想回 非常之感恩 因为我就二月决定了 结业 所以现在 我的人 压力 都得以轻散 如果我还要交住租金 养住店 我想我和太太 已经是 情绪已经 面临崩溃 所以 在这一段日子 神很清楚 告诉我 我要 休息一下 好好 去预备个心 好好地去预备 将来的路 因为神说过 你要好好地倚靠他 神就会像一个 风风风风风风风的 恩典 刺激我们 所以 我和太太 现在觉得 很开心 就算前面的路 怎样都好 我们都是 用一个正面 平常心 靠着上帝 去继续走我们将来的路 讲世音乐 继续走这个 沙泽 继续走 我们靠近了 因为我们的帅 我们的spring 众人为比海沙更多 谁曾应许 天天看顾着我 就也冤有 连头发也数过 谁还以内 她走心里 惧怕碾落 那句路途 捐冻着船窝 因你是我主 我被打锁 我盾牌和施角 你是我的高台 我随时帮助 耐霸拥出心 赞颂我高高 你永在我心窝 为你有永生江河 随你以爱不已靠别过 吴玉珊阿珊的生意 由小小的大泡泡位开始 但是就要结束于上水 她被逼要斩栏 结束放弃她这份梦想的生意 但是她没有埋怨 反而她看成是神出手 帮助她 以至她不用破产 而且她可以用这段时间 去重新思考再出发 而她做糖水 来到全程达耳的心意 也成为女儿的榜样 另外一位嘉宾 就是来自温哥华的简祖力 George 她是一间广告公司的老板 而且她的设计还在这几年里 屡获树荣 她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George 我是一间广告公司 一间多余文化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是比赛温哥华 今天很多谢Grace的师母的邀请 我想我讲一下关于新冠疫情 对我的工作或者生意有什么影响 其实很简单地 生意就一定有影响 在过去这三几个月 自从三月左右 开始农历新年之后 其实都慢慢开始 陆陆续续传出 就是中国的疫情开始严重之后 到各地陆陆续续封关 或者一些case是大幅上升 我们都见到 特别是广告公司 就好像经济的寒暑表那样 其实我们是最首当其冲的 所以我们差不多即时 特别是有些客户 例如地产或者金融 那些已经全部停了 买广告 所以其实在收入方面 一定是大跌的了 但是这件事 可以说是预算之内 当我去想 究竟在过去这几个月 在家里工作 又想想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之后其实这是一个题目 但是很不知是否是幸运 就是我反而想到的正面的东西比较多 当然这个是感谢我们的父上帝 首先说一下个人方面 其实是因为现在在家里的工作 所以其实在家里的时间肯定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譬如你说 吃完饭 跟太太散步 聊天多了 跟家人的时间肯定是比以前 天天天都要可能朝九晚六 这样的时间 聊天的机会 见面的机会也多了很多 其实初时我也有担心 会不会 会不会在家里多了 那么多人在家里 会多了一些爭吊呢 幸好又没有事发生 大家都觉得挺好 都算是很难得 又上网 学会了做一道菜 自己很喜欢的咖喱牛腩 那么当然这个 我都会给大概八十分 或者八十几分 因为真的都不错的 因为跟着人家 好像茶餐厅的师傅那样做 另外有学种东西 譬如是有种到一些 是瓜瓜菜菜的那样的物体 例如有番茄啊 白菜啊 葱啊 蒜头啊 一些香草啊 就是各类东西都有 那么 其实为什么种东西是很奇妙的 就是在种东西的过程那里 看到神的创造 觉得生命气息啊 又需要很多的爱心啊 和忍耐啦 其实很多这些爱心和忍耐 就正正是神可以给到我们的东西来的 就是相比起 当你看到一些植物在那里 一天一天的成长的时候 就是当你又在每天的新闻那里 看到有那么多人的死啊 那么多人的病啊 那个差别真是很大 嗯 所以真的有时候是 当你自己有时间 嗯 就是离开一些负面的新闻去 培养一颗幼苗的时候 看着它长大 但是其实那个 嗯 不单是一个healing 也都是一个是 真是很rewarding的一个experience 因为真的看到原来我们的生命 其实 甚至每一样生物植物的生命 都是将军在神的手里面 好啊 讲到做事的那方面呢 其实 嗯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都讲过 我们是有 我们是属于一间 就是一间 一间 温哥华的 好 都可以说是一间 小的国家公司啦 其实我们都是只有五六个人左右 那么 那么 很多 现在 所谓做广告公司的呢 其实大部分都非常之冷清的了 因为 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人会去 花钱 那样 买广告 那么 幸好呢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呢 就 有 BC省政府 是我们其中一个客户 那么所以在这段期间呢 我们又要做了一个 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宣传呢 是 特别是给这个新冠肺炎 是帮这个 政府做的 所以都 嗯 嗯 刚刚啦 就是我们会 就是政府都会有事情给我们 去 在这方面做 就以至我们都是 继续我们一段时间都比较忙 那 当我们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呢 其他的有一些的加拿大的 那些公司呢 都 都联手呢 做了一个反歧视的宣传运动 那这个呢 就是 刚刚好呢 就 当这个四维都爆发这个种族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起 是联合这个力量呢 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反歧视的 嗯 嗯 一套的广告啊 和一个宣传计划啊 找到很多 各 全加拿大很多不同的传媒啦 有主流的啦 也都有多元文化的啦 是很多一种不同的 语言的广告 我们都 有人义务地捐出来 给我们放一些这样的 反歧视广告 那虽然我不是一个 发起人 但是呢 我都是 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很积极地参加 参与在当中啦 那也都做了一些事情是 收到很 很正面的反应啦 那另外呢 就是说起 就是在我来说呢 在这个疫情 初初开始的时候呢 嗯 其实就是 我就 我也都没有很担心 因为其实很奇妙就是 其实去年呢 公司呢 就算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收入 我意思就是 其实公司成立了 十年十一年啦 是没试过有一年呢 是 那个 业绩会是 那么好 那 就是怎么好呢 它差不多是 跟我再上一年比较呢 是 可以说 那 那 但是我当时 譬如在去年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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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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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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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 那 很多 但是公司就決定將一間店鋪收拾 所以她突然間很無助 家裡原來其實沒有了一半的收入 或者丈夫可能作為主要的經濟支柱 突然間沒有了一份工作 見到她是很憂心很旁顧 但是當我告訴她 我說你不需要擔心 起碼你的份工作一定不會有事 雖然我不敢說我們可以支撐多久 但是我算是給一顆定心軟 就是告訴她 就算是三個月或者半年 我們應該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自己有信心 在我來說我相信神是會有供應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當她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她覺得有些平安 因為我知道她當時受的壓力很大 因為除了她丈夫之外 可能她的弟弟或者她家裡的父母 可能都是因為疫情關係 對他們的生活是有很大程度的影響 但是我覺得很感謝神 就是給我們有一個機會可以做到一個見證 可以說做到一個基督徒的老闆 不是說要做些什麼給別人看 而是有機會給別人 在真的下雪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人送探給她呢 或者是為了自己的錢 或者是為了自己的錢 可能會因為省錢 而是怎樣去減額員工的 income 或者是需要不需要真的考慮裁員呢 或者是真的有這個reserve 可以拿出來去大家共渡時間呢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張心比己 其實我覺得很難得的就是 有機會有時就把自己的信仰可以走出來 就不是他們當然知道我的信仰 但是他們不一定是 每一個都已經是信了耶穌基督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想真的在這個百年一遇的機會底下 你可以真的做到一個見證 這個是很需要感謝我們的神 讓我們能夠這樣去過渡到 綜合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好像正面多過負面 我每天都是存著感恩的心 去多謝我們的父上帝 Hello 湖咖啃 看一下 inent primera 波紛 让赞美知觉高举 从灵里我深思想你 让我心悲因感觉做你 让我向望着你的同情 只想渴望渴望尋找到你 让我心悲因感觉做你 让我向望着你的同情 荣耀尊责我歌笑的跪念 让我一生 我一生 敬拜你 George选了力 他看到自己赚到钱的时候 不是因为自己聪明 而是因为神为他预备 以至今年疫情的时候 他不需要解雇他的同事 反而是可以继续出粮给他们 这样的价值观 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呢 以下来 我们有另一位嘉宾 也都是来自温哥华的陈子欣Ben 他是一间旅游公司的老板 他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各位大家平安 我在香港来的 我来了一段时间 其实在这个疫情之下 做旅游 很多人都说是首当其冲 在我的生意上 但我再说回来 那时候我怎样去入行 那时候我自己很喜欢去旅行 去不同的地方 也很喜欢坐飞机 去不同的地方 去看历史 看别人的文化 我不是特别喜欢去买东西的人 我喜欢看别人的文化 看别人的表演 看一些自然生态的旅行 我记得那时候我未入行之前 我还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 我试过一年都去几次的旅行 有一次我就自己在想 不如做旅游 这样都挺好 将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放在我的工作上面 那就没那么闷 因为我以前是做银行 做银行就很黑板的 要做的东西 做旅游也都会比较多一些的灵活性 看的也都会不同一些 我记得其实我爸爸很小时 已经跟我说了 他说你认识又那么厉害 又带人 我住在香港的时候 有哪个爸爸的亲戚朋友 来到香港呢 都是小时就带他们到处去的了 吃饭也好 行街也好 我都会食路的 你这么喜欢这东西 看地图也好 不如你开一间旅行社 那当然这个不是他给我的第一 想我做的工作 但是见到我是有这样的热成 就不如叫我做银行 我一直都没有理 直至到十几年前 就开始有这个念头 就做了入了行 那入行的时候 就没有想太多事情了 最重要就是 帮人想想去哪里玩 不同的方式来玩 那我开了业母赖之后 应该开了业的那段时间 是刚刚是911的尾声 911的尾声 即是经济开始复苏 人们开始去旅游那段时间 而那段时间里面 我不是首当其冲的 我是到尾的时候 怎样去鼓励别人去旅行 坐飞机、坐船 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我是那个时间去入行的 所以经过也不算太大的冲击 在911日 相信最大的冲击是什么时候呢 是07、08年 金融风暴 那时候呢 就 很多人哪里都不敢去 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是不是 股票、楼市楼 什么都楼 看到自己的身家 一直在那里缩水 就不敢去旅行 我们很多客人 就是我做了他们的生意 你知道我们做旅游那些 不是客人 报名 去那地方之后 我立刻有收入的嘛 要他去做完那样东西了 去完那地方我才有收入的 在那段时间 我相信很大部分 最后都是取消的 取消的原因就是 股票不行了 有很多客人 其实是西人来的 他直接跟我说 我的退休收入 就是跟股票市场挂钩 我看来我一生都不可以再去旅行 所以因为这个因素的时候 我们在开业的时候 已经经历过 因为很多人 特别是西人 他们去报名 去参加一个旅行的时候 他不会是两三个礼拜 一个月 一个半月 两个月 他们通常是十二个月之前 已经开始订贡 所以在我们一开业来说 烂粗就是 没有钱回 没有钱回的时候 就开始会担心 同样事件 在07-08年的时候 又是这样 不断取消 糟了 怎么办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 最大的冲击 然后 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而导致旅游业 是会 人们去冷却 人家的意欲去旅行 无论包括 禽流感也好 沙士也好 那时候 勾债危机也好 很多这些情况 是导致人们 不敢去的 直到最近 我想一年前所发生 现在记不记得 737 MAX 那只飞机 跌了两架 很多客人都快来问 Ben 我坐的机会不是737 MAX 我害怕 有些人可能是为了 因为 这间航空公司 是有这款型号的飞机 而导致不去旅行 那经历了这么多了 那 我只可以回望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 我只可以说一句 天父他的恩典 是足够我用的 我完全不知道 会有什么事发生 今天我做了的生意 我今天 订阅了那些客人 不等于 他是可以 成行得到 他成行不得到 也就是 我没有了那份收入 所以我只可以 每一天 就是天父 来帮我 我在天父的国度里面 参与 有份 天父 我相信 在他的时间 是会 加添我的生意 那 到最近 有很多人就说了 现在这个 非肺炎 怎么办呢 这个 亦都是 我可以 见证天父 另外一个 很大的恩典 其实 这个 肺炎 COVID-19 很多人 之前 已经有 12月 已经酝酿 到1月 都有 其实 我又没有什么 特别担心 以为是 另外一场的 疫症 好像 禽流感 最多是 港道明 又没有 杀伤力 死亡率 又没有 SARS 那么高 那也算 那 看下怎么办 越看 就完对路了 因为 开始 那些地方 开始封关 你看到 武汉开始封关 封关 之后 欧洲又开始染病 一波一波 来到来 我的生意 多数都是做 游轮 直至到3月 我记得有一晚 我和太太在看电视 的时候 她在看电视 我就在看 她的新闻 在电脑 其中 有一间船公司 说 我停洗 我就开始想 会继续陆 有力 那我感恩的是 很多的人 很多其他的同行 或者很多其他的人 那时还在身处外地 回来 回来 但是 我可以在 刚刚 政府在说 要封关 又算 不能走 要迈岸 我可以是一个客人 都没有在外地 我之前有 之前有一班人在外地 之后 也会有人准备出发 我就是刚刚那个星期 一个都没有 我最后的客人 是在她说 政府说要封关 船不能走 之前 两三天 已经回来找个客人 很大很大的感人 我有很多的行家 跟他们说的时候 头都痛 都不知道怎么来 去帮客人 在偏远的地方 例如在秘鲁 在非洲 在南美 那些地方 去回来 但是我感恩 我没有 我只要处理 那些客人的取消 和退款 其实现在 那些退款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退款 所以 现在 我还是 还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我的感觉 第一件事 我都 我只是想着 那些客人怎么办 读下了那些 要处理 只是想这件事 我都没想到 之后 会停多久 那些财政的压力 我都没想到 那接着 就开始 久了之后 就开始想了 因为开始要交租 灯油火烂 那都要处理的 这件事 那才开始想 这件事 但是其实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想 政府 会有什么 出台去帮忙呢 政府又真的有些 措施出来 来帮忙 这是感恩的 另一方面 我会感恩的 就是 那些客人 逐个逐个 打电话来 不是问我 什么时候可以 退款 是问 Ben How are you? 你好吗? 你是不是 受到很大的压力? 你是不是 帮客人 处理很多其他的问题? 不过 我想让你知道 我是跟你在一起的 我知道的 我们明白 我们想鼓励你 打电话来 有些这些客人 不是有东西 买到我 但只不过是 隔了这么多年 大家好像是朋友 有些无论在电邮也好 电话也好 在香港 在美国 在哪里 在加拿大 周围 很多人 来打电话 去关心我们 说 这件事会过的 我们很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的 帮我们安排这个行程 所以对我 和我太太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鼓励 和安慰 温慰是 原来 走这条路 黑人 和我们的关系 不仅如此肤浅 原来这么多年 大家已经做了朋友 朋友 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当经历这些 大的灾难的时候 他可以 是 去 关心 他们没有做到什么 他只是打电话来 只是跟你说 你好吗 我们记挂着你 有些信耶稣的 他们说 我会跟你祈祷 另外 当然 得着鼓励 是很多不同的提英姊妹 在不同的教会 机构 牧师 也都会问 通常他们第一句都说 我是Ben 发生这件事 我第一个就想起你 他说 因为你做这一行 你生活有没有问题 你店铺的客人怎么样 有没有很难搞的事件 有什么需要代讨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这个福气 是真的 你信耶稣的人 才会有 在耶稣里面 我们可以 给予自己的鼓励 给予自己的分担 不是我自己去走这条路 是大兄姊妹 和天父 一起 背起我 和我一起走这条路 那 其实 接着就转了 在家里上班 都是一个适应 但是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好处 因为我发觉 原来真的不用太多时间去驾车 也不需要太多时间 在路上 或者 主要在路上 不需要太多时间 我在这件事件里 让我想起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一字二字 他在那里说 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潜累我们的罪 全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 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很多人走在我前面 很多的先人 很多的信仰上的伟人 走过这条路 经历的比我更加的辛苦 我现在所经历的 他们都做过 耶稣自己都做过 所以 我只是要仰望 这个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耶稣已经得胜 已经在过去十几年的里面 每一天来到去带领我 我只是相信一件事 事后到了 耶稣天父就会将 我所需要的每一天 来到去攻击我 第二段经文的时候 他鼓励我的时候 就在弗拉比书第四章五到七节 他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愈 愿大家都是可以 一起 靠着耶稣 给我们的福气 我们借着去祈祷 我们去感谢 我们将我们所需要的 告诉神听 神会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是我绝对相信的 不知听完以上三位嘉宾的分享 大家有什么感受 三个的生意 有不同的遭遇 一个要结业 一个在我们节目出街的时候 已经回到公司 继续去广告的生意 而另外一位 还要等旅游开放的日子 才可以有生意做 但是她的客户 仍然可以成为她的支持 和安慰 而他们三位同时都深信 神有最好的安排 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等候 和信服 因为他们都知道 正如诗篇第46篇第10节 这样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现在这段时间 就好像神要我们休息 要我们止住的时间 大家又有什么经历呢 大家又有什么经历呢 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未停止 让我们同心讨告 期望疫情尽快指息 圣经旧约耶利米书29章11-13节 耶和话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次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们要呼求我 讨告我 我就应运你们 你们尋求我 若专心尋求我 就必尋见 恩遇之声祝愿大家平安 如果你想多点了解基督教信仰 你有什么烦恼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 打电话来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416-788-3322 由小到大 我们都听过很多故事 不过不是每个故事 都可以令我们的生命有所启发 但是以下的故事肯定可以 听故事 看人生 和我们讲故事的是 南智成牧师 在希腊国有个国王 叫做阿历山大 他英明神武 国富是兵强 数年之内 他吞灭了很多欧洲的国家 可以说他是青红世界 他国勢大到空前绝后 威荣可以盛盖 可以说世界无伤 有一天死亡就临到他的身上 他不想走 但是他不可以向死亡请假 或者稍微拖延 他突然想到 他说我得到的荣华 国富 那么多的土地 好像都是虚空 人生真的很短暂 于是他就祝福他的家人 他说我死了之后 你要在我的棺材两边 在两个洞口 使我的手可以伸出去 然后在街上来巡游 目的就是让街上所见到的人 去看见我是两手空空 来走去的 是要换成世人 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两手空空 走的时候 也必然两手空空 一切的荣华 富有 皇宫 美女 金银 财宝 荣誉 美名 一样东西 都带不走 各位朋友 你想不想做阿历山大呢 圣经有一卷书 叫《传道书》 在第二章 神的说话就这样说了 他说 后来我拆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所努力的所成就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暴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逆处 说这番话的人 是当时候的所罗门王 各位朋友 你开不开心啊 你现在快不快乐呢 其实快乐 不是因为外在的荣誉 或者成就 这些东西 都可以使你暂时得到快乐 得到满足 但是真正的快乐 持久的快乐 是来自一火单纯 知足的心 如果我们学会 放低一些的欲望 我相信 你的心情会自然轻松得多了 同一卷书 传道书第六章 又这么说了 他说人的牢牢都为口福 心里却不自足 事实上 我们无论什么行业 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事情牢牢 都是为了口福 我们说为两餐 但是可惜 人的心不仅是为两餐 人的心是不会自足的 耶稣基督 曾经在路加福音十二章 就说过一个比喻 他是一个财主 他就田产丰盛 他就自己想了 我的出产 没有地方去收藏 怎么办呢 他说 我可以这样做 我将我的仓房拆掉 那建立更大的仓房 那我就可以收藏 更多的粮食 和财物 然后我就可以安心 对自己灵魂说了 他说灵魂啊 灵魂啊 你有这么多财物 迹存了 你可以用很多年都可以了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安安乐乐地 吃喝快乐了 神呢 就会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晚 我要你的灵魂 请问 你所预备的 要归于谁呢 人生呢 其实有两个大的需要 一个呢 就是身体的需要 一个呢 就是灵魂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呢 是可以用物质去解决的 但是呢 当人不受衣食住行之后呢 内心奇怪地 仍然不觉得满足的 因为是灵魂呢 很饥寒 不能够用物质呢 来到满足和解决的 灵魂呢 是由神所持的 是必须要有神的同在 他才会满足的 灵魂呢 钵魂呢 十九章 他说 敬魂耶和华的 得着生命 他必行狗之足 不灵魂呢 朋友 这句话值得你呢 去想一想 他说 敬魂耶和华的人呢 就有生命了 他的心呢 就有恒久的知足了 他不遭患难 就是有神看过他呢 各位朋友 我真是希望你去思想一下 要介绍你去相信这位真真实实的神 耶稣基督 做你的救赎主 你今生呢 因为有他的同在 你的内心呢 就有恒久的知足 并且 因为耶稣基督呢 他给你有永生 就是这个人生结束之后呢 你是继续有永远的生命 你的灵魂呢 就到那时候呢 有更大的满足 和喜乐 各位朋友 值得你思想一下 恒信他离别无意 人生全然奉上埋志 恒信环游 有全力找出天使 赢得祝福 换了名字 恒信他陷近红海 人生连潮浪也分开 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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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困于世纪 被困于世纪 恒信 恒信 仍敬拜 上帝 发誓 知死不改 在某天 在某天下 在某天下 欠信 在某天下 欠信 在某天下 欠信 人生连潮浪也分开 恒信 恒信 我门外出行距 忍信 恒惨着 变变去 恒信 能够发言在世间 此时奇距 朝够美家乡走 远距 下个星期 我们另外有几位的嘉宾 继续和我们分享 逆境营商的经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